受洗既然没有特别的magic 为什么还要受洗 这是很多人去思考的问题 与其说受洗本身没有特别的magic 我们可以这样讲 信而受洗带来了特别的magic 受洗本身没有特别的magic 圣经里面这样讲 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其实受洗 有没有很大的一个magic 我给你一个数据 国外的统计告诉我们说 没有受洗的 比受洗的还容易冷淡退后 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如果他一直在教会当中聚会 可是他没有受洗 他比较容易冷淡退后 跟比起这些 也在教会当中聚会 而且是信而受洗的人相比起来 对 因为刚刚那个经文 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其实受洗 不只是一个公开的宣告 一个公开的仪式 其实我相信 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去受洗的时候 有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因为刚刚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主耶稣的死 与他一同埋葬 换句话说 其实洗礼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救人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受洗 他有一个能力 可以让我们 不在罪的挟制的里面 让我们的罪生灭绝